他父母说看到他女主要发了一条朋友圈 上面有那种流血那种好像刀片这种朋友圈 所以怀疑会有什么想不开这种自杀倾向 然后反复连事他女主要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我记得大家我可以我可以 外就找到的就要死的 就是拿这个本了吗 你电话又不见 我当然不见了 发什么呀朋友圈 我就看到个电影发的那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